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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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女婿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让晓晓知道的话 会怎么办 她可以永远都不知道 你不要自欺欺人好不好 我妈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后来呢 我告诉你 天底下没有任何秘密 能够掩盖住 你撞死了 人就不应该出现 更不应该出现在小小的生活里 你以为逃避 就能解决问题吗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你会怎么办呢 你会怎么办呢 告诉我 甚至连当着她家人的面 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我没有一刻能逃避我内心的谴责 我看病了所有的心理上 我看病了所有的心理上 没有人可以守住我的罪恶感 知道为什么 我怕 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开车 因为我害怕 你知道那种无法反悔的绝望吗 你知道那种你拼了命的想要去做点什么 但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吗 那是你活该 你就不该 你就不该 利用洗脑袖 来消除你的无力感 程追 我发现啊 你不仅是个自私的人 你还是一个卑鄙 无耻的人 卑鄙 无耻 它就没有辰罪的结尾吗 可是您已经把这个罪悟放到越来越大 放到现在无法 无法反悔的地步了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我一个人这样帮助他 就算爹爹的死去的父亲那样守护着他 帮他平稳地从学校活动到社会 我也想方设法 成全你们的感情 我希望你们可以幸福快乐 对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能够能够掀开出的秘密 我们俩都是凶手 志愿怎么去那么久还没回来 不买个醋嘛 小区里就有超市 您问问 好 我给他打个电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才是无法接通 请你稍后再拨 他给我挂了 妈 我下去看看他 是不是要帮忙什么 去去去去去去去 披上一下衣服啊 好嘞 你别发誓 绝对不要让小小知道这个命 放他的话 我不会放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下来了 你穿太少了 来 我也送你上去啊 来 怎么了 不是 你不是下来买醋吗 我先送你上去 你穿太少了 来 干吗 什么 沈红 沈红没跟我在一起 他不是在国外呢吗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我不知道啊 嘿 这个混蛋也不告诉我一声 不是 干妈你别生气 这事确实是他不对 你等我啊 你等我联姻的我好好骂他 你别生气 别生气 我替你说的 干妈 你消消气 好好好 我已经挂了干妈 拜拜 不是 猴子 我有点乱 等会儿 你帮我再捋一遍 我现在没 没懂啊 什么叫 你之所以和颜小神分手 是因为你妈跟颜小神他爸的死 有间接关系 还有 什么叫 五年前撞死他爸的人是承治啊 那颜小神为什么会跟他结婚啊 我 哎 等会儿 不对啊 那凭什么让这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啊 我得打电话报警抓他呀 当年那个车祸是个意外 晓晓他爸 闯得红灯 所以在法律上 承治是没有责任 那我告诉颜小神行吗 我得让他知道事情的真性 你要是这么做的啊 晓晓就完了 咱俩的交情有吗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越来越听不懂了 这事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是说了吗 魏彤说小小现在过得很幸福 他妈妈也很久没犯病了 如果说 你把这个真相说出来的话 那这一切的一切 全都毁了 你明白了 我已经伤害过他一次 我不想再伤害他第二次 那你呢 你就真的是忍着 这事对你太过悲凌了吧 我早就出局了 我除了人阵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找不到 你 disks知道 谁不想再返ipe 但你还以为我 Contact 我一个人都在找到区别的人 做意义的 那你啊 incorporation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但是沈猴 你难不能 跟原来那帮人 不联系了 翻篇了一刀两断了 咱不管他的死亡了行不行 咱兄弟俩 回到不认识盐友禅那个时候 那时候咱多快乐 来不去啊 芳芳 回来就好啊 我跟你说 你爸和你妈 每天都盼着你回来呢 知道吗 来 看看这车 这是你爸妈 给你选的礼物 听话吗 这车呢 看起来没那么豪华 那时候跟你讲 这车的性能当是特别好 我们全店人都在想这辆车 要不是给你留啊 早就被人被人抢走了 知道吗 谢谢钟叔叔 谢谢我干什么呀 也行 你说谢啊 应该我谢谢你们 你说我开这个4S店 你爸妈又给我出钱 又给我找关系的 要么能开上这4S店吧 是不是 来 叔叔陪你试试这辆车 怎么样 还行吧 胖胖 叔叔知道 你一直很要强 在美国这些年 没向你父母要一分钱 好孩子 前如今 你学业又成 又回国内来发展 你知道吗 你爸妈他们嘴一声不说 可心里 一直很支持你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好好陪陪他们 自从我妹走了以后 我也出国留学了 留他们两个在家里 应该会感觉到孤独吧 是 这人上了年岁啊 就像身边的人陪着 所以我这么多年 没事的时候 就过去陪陪他们 陪他们聊聊天 陪陪他们 现在好了 你回来了 你们这一家人 总算团聚了 要是我们还在的话 才应该叫团聚吧 好了 好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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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 先生 桶梓 摩登 摩登 毛孟 老婆 儿子 你不能去 这样 你先出国 换个几年 都一切都安稳了 你先回来 你不也不晚了 那你让我说去 这事我必须要负责任 不 是他自己闯的红灯 根本就不是你的责任 那这事我不能不管 人是我撞死的 你也看到你郑叔叔 去看他的结果了吧 是啊 方芳 连警察都不建议你们 现在见面 就算能打我 骂我 我也得认 你是我儿子 妈不能眼看着你 承受这些呀 求你了 儿子 爸妈 我撞死了一个妻子的丈夫 我撞死了一个孩子的 父亲 我躲得了一世 我躲得了一世吗我 方芳 即使你现在出去又能干什么呀 是啊 现在讯息已经出了 你现在去了 你是没用的 你们知不知道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死在我怀的 我 我 等你仔细地告诉我 说让我帮她招呼她的老婆孩子 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 我这一辈子都不可以安心她们 快 方芳 方芳 你敢住这个家门 我就死给你看 方芳 我已经没有你美女了 你还让妈再失去你吗 妈 妈 妈 求你了 求你了 妈 求你了 你 你 你没睡呢吧 嗯 我还没睡呢 进来吧 你妈刚才给我发了个信息 说她明天一大早就要回美国 嗯 这么着急走 说着下次再来吃饭 那我 我这心里总觉得怪怪啊 我妈的都跟我说了 坐在说 她是不是发现什么啊 发现什么呀 你来假结婚的事啊 你为什么跟你说 那她怎么这么着急就要走啊 你不是发现那什么 她肯定是生气了 没有 你多想了 我没你早得特别好 我妈她跟我说 她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着急回去处理 随便赶着飞过去 你呢 我什么呀 你今天晚上也不太对劲 是啊 我最近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 你看 思尼走了 乔宇跟我请了冰假 我过两天还得去杭州 见一个重要客户 谈点事情 那我陪你去吗 不用了 你就安心带在公司 还有几个案子需要你来盯着呢 好了 别多醒了 去睡吧 艾特 我看着你 你刚才下楼去买醋的时候 你不是下去了吗 我看见一个人的背影 特别像舍舍 那个人你也看见了 我差点越远连事他了 那我看错了 我会睡了啊 我会睡了啊 晚安 晚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不是看错了呀 他不是在国外吗 我看错谁 我也不能看错沈侯吧 那就是程志远在撒谎 他为什么要因为这个事 跟我撒谎呢 因为战有余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程志远因为你冲进火海 差点连命都没了 他那么爱你 要是现在沈侯杀回来 把你抢走了 你觉得他受得了吗 可是他 他不是那样的性格 他很理智的 再理智的人 面对自己在乎的事情 都没有安全感 何况沈侯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无法忘怀的人 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可他也很清楚 我和沈侯之间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那你爱程志远吗 我和他之间 算不上爱情 但是我承认我和他是有感情的 就你知道吗 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现在有我在 有我妈在 就是一个家的样子 所以我就当是 为了我妈 也为了报答他 我也会陪他走下去的 爱情有很多种 其实也许 你已经爱上他了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你一会儿 陪我去旁边商场 去逛逛 给他买个什么礼物 好吗 你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 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 温和一下 好 怎么样 今天过得如何 都做些什么呀 我跟魏同聚了聚 挺开心的 你大概几点回来啊 差不多 十点那样子吧 那你辛苦了 在高铁上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我等你回来 你不用等我了 你要是累了 就早点休息 没事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什么惊喜啊 惊喜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等你回来 自己看吧 好 好 我很期待 希望过分的期待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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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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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情发生之后你不敢面对 你自己跑到了美国去 是郑建国帮你把所有事情处理完了 对吗 你转过来 你转过来 回爱我 是不是 是 我转过来 离我远点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对不对 从一开始在来月相遇 是你设计的对不对 之后我进了第二次 也是你安排的对不对 我就像傻子一样被你牵着走 最可笑的是我居然嫁给了你 我嫁给你真正杀我老爸的人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想什么 你离我远一点 我以为我可以平平静静静地生活了 我只想要一个安安慰慰的生活 我刚刚准备要接纳你 我刚想跟你好好的过日子 是你自己亲手都会了这一切 你已经毁了我们家的生活 你现在还要来毁了我 为什么 迟迟远 你为什么就不能离我远一点 从一开始就离我远一点 你永远不要让我知道真相多好 我宁愿一辈子在脑袋库里 像个傻子一样 我都可以啊 我都可以啊 你爸殷思权 跟我说她有个女儿 今天十八岁 刚考完高考 分数考得很高 分数考得很高 但却上不了本给她上了学校 她说她害怕 她害怕她没有时间了 她害怕她以后保护不了她女儿 所以她拜托我 让我照顾好她女儿 让我照顾好她女儿 我承认 我一开始接近你 是带着目的接近你 你看看 扯过后的那几年 我一直默默地关注你 我知道你上了什么大学 念了什么专业 跟你妈过了什么样的日子 我还知道你在蓝月大过 我本想是朋友殷勤 可我也没想到 因为一个赌劫就跟你认识了 我倒出去来想 也许是你父亲在天之亮 让我跟你相遇的 但这些年 我真的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我只想替你父亲好 好好地收获 你根本就不配提她 不是 我不配 你当我吧 我不配 你当我 你当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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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把你自己说得那么伟大好不好 好 你对我和我妈那么好 你就是为了消除你心中的罪恶感 你以为你这样跟我在一起过日子 你能心安理得吗 你能吗 小沈 如果 如果 说如果 如果我在混合爱上你 你会相信我 你会相信我 我 你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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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是我爱一个人才 幸福干干来敲门 我不曾顾问 迎来温柔的春 心口却好一整的疼 跌在空房间的灯 他渐渐不受冷 留下一束光给抱紧的我们 回忆翻成了纠彰 嘲笑我愚笨 不再找你的人 对对自己多恨 不敢承认他做人 爱情那我不搞 我身后的坏人 坏的好人 怎么去犯 妈 是 怎么了 你也是 对 我们家傅县的 您家哪儿的 你是傅县的 人生啊 需要多准备一些储备金 有力无害 你意思是 让我把你当成 我的朋友储备金 为什么不呢 我其实还挺好奇的 您第一次为什么就答应我了 朋友之间帮点小忙 应该很正常吧 更何况我们还是老乡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 就跟着我回家 亏待别人一次很好玩是吗 还是你觉得你帮过我 你就可以随便进入我的生活 这可不是之前的所谓的朋友 还是老乡能解释得清楚的话 别让我的坚强 让你觉得不舒服我很抱歉 但我有我自己的愿意 你原来也有做错过什么事吗 很多 比如我妹妹 自从我妹妹在我眼前过世之后 我看到的一些 因为我要受伤的人或事 总会忍不住自责 想要上前呵护 其实有段日子 清清状态会合 看过一阵的心理声 他知道全部事情吗 全部事情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这个命运封城下去 只要永远不让他们两个人知道 就不会有事 是他进阶山 他 他归了我们一家 我知道失去父亲是什么样的滋味 所以我也不想他 跟我经历同样的痛苦 结婚对你来说 就只是个小毛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今天事情就发生了 那我们就打人了一天 我都不知道 这辈子该怎么报答你 那你就当 是我上辈欠礼了 你没有几个坏人 看到好人的美人 回忆偷藏我的青春 有你来偿还 可我直到心意之身 我连在秋晨 我带你去那 他就没有了 救我 不需要注赢 你了 我了 我不几乎 你了 你了 我ери祂 回律承担 遇见是冥冥中的 爱是偶然的 选择都是自己的 回忆像左河相右 关护着 我还要继续吗 幸福吗 一半首情歌唱着不快乐 而你还那么甜呢 你来到我的暖暖星球 渐渐散热又渐渐温热 像在雨后 你用荆棘穿起了你和我 让每个拥抱残忍到放不得 那些自断 晚的情仇 已经算入月了 自别尽力了 不能再失去你了 会过去的 我会过去的